不分蓝绿,无色觉醒,我们追求过好日子,温柔百里猴崛起,融化政坛 今年9合1选举多达7位女性候选人当选线市长,不仅代表政坛女力崛起 更写下台湾地方自制史记录,他们都认为,女性参政比男性多了一份化解对立的温柔 女人的任性则让自己能在充满荆棘的政治路上,坚持到底 宜兰首位女县长林姿妙认为,传统观念中,男性总扮演强权与决策者 但在经济不振导致生活压力极大的现实环境下,和蔼可亲的代言人 拥有温柔力量,并以纲中带柔女性特制治理现正,服务人员,才是民众中心的期盼 妈妈市长,包容无限,台中市长当选人卢秀燕 妈妈市长形象深植人心,卢秀燕强调 妈妈的爱是无限的,包容力是强大的,且公平对待所有子女 未来担任市长也将秉持这三大铸轴 张化县长当选人王惠美原从事教职,结婚第二年,担任陆岗镇长的父亲王福入在任内去世 为延续爸爸的政治生命,他挺出大肚子参选张化县议员,一路走来二十四年 他觉得女性特有柔和特质能降低对立面,现今社会以两性平权,在政治领域不让虚美并不让人意外 嘉义市长当选人黄敏慧四年前卸任,今年在披战袍投入嘉义市长选战,他以勇妈自取 选战期间一步一脚印带嘉义市走透透,女性的韧性让她从一开始苦战,到选战后期渐入家境 终以两千余票之差胜选,也将在25日重返魁梅四年的嘉义市政府 花莲媳妇,贴心执政 徐真卫从花莲县长夫人到当选县长,始终保有花莲好媳妇温柔情向 他深信,母亲在家中角色就是安定气氛,未来施政上会特别照顾到富佑议题,让执政风格更贴心 准台东县长饶庆龄一间扛起蓝军在台东的保卫战,最后不负众望,守住后山蓝天 饶庆龄说 会用女性温柔的心来化解目前社会的分歧与对立,也会持续努力对地方的经营 云林县长当选人张力尚以47,445票差距,击败县任云林县张力金勇,成为云林县第二位女县长 张家第二个张县长,让她不仅是前县长张荣贵的妹妹,更延续张家政治相扩 张家第一位女士 击费轮委 女士 感谢观看